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習近平爆中共荒誕歲月 我不走 有命沒命都不知道 中國首位女艦長警示選美小姐 網友打仗孔治國家滅亡 李克強無力回天 網民熱議中國面臨改朝換代 省少兄弟 中共吸朝鮮神若至瘟疫 華人影片長春斬獲多項國際大獎 外媒報導 距離二十大召開的日期越來越近 中共各大喉舌開始對習近平歌功仲德 似乎在為習近平的連任造勢 但真實的歷史絕非中共喉舌宣傳那樣 5月23日 新華社推出50集 系列微視頻 足跡 一路走來的習近平 第一集題為 過五關有多難 主要講述習近平初到梁家河時 是如何克服生活與勞動等難關的經歷 雖然視頻是在為習近平做宣傳 卻也得顧及中共的腦念 因此很多真相不能展示給觀眾看 避免揭開中共歷史上最荒誕瘋狂的歲月 在微視頻中 當時與習近平一起插隊的大名回憶說 他們是1月13日出發的 抵達北京暫時一看 人山人海 擠都擠不動 而且列車一開動 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 不僅女知青哭 男知青也哭 因為畢竟都是那些十幾歲的孩子 但當沒怎樣單獨離家出過院門 習近平則回憶說 自己記得很清楚1969年的1月份 去延安的專列上 全部人都哭了 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 只有他在笑 而當時他的親屬在車底下問他 你為什麼還在笑呢? 習近平回答說 我不走才能哭 我不走在這裡有命沒命我也不知道了 我走這不是好事嗎? 我哭什麼呢? 他們聽後就破替為笑了 而習近平自己講述的這些真實歷史 這集宣傳片都沒有提及 習近平在自術中還說 他在上山下鄉期間年紀很少 而且受到形勢所迫才去的 他在幾個月後就跑回北京了 結果又被關進學習班 習近平說 當時在十一期間 常常要清理倒流人口 清理完後還不讓他們回去 而是先被關在派出所內四五個月 在那裡種得幹重體力活 好像海定街一帶的下水管都是他們埋的 最近大陸媒體熱炒一位被稱為 中共海軍史上首位類性的艦長 他的名字叫韋惠曉 韋惠曉雖然只有十年的軍力 但卻能夠擔任海軍艦長的重任 引發人們的熱議 公開資料顯示 韋惠曉1977年出身、藏族、廣西八色人 南京大學畢業後 曾經擔任華為高級副總裁秘書四年 韋惠曉在2004年 參加環球洲際小姐選美比賽 入選中國區十階 2012年 韋惠曉被突招入五海軍 今年4月 韋惠曉擔任052大型導彈驅逐艦 紹興艦艦長 正式成為中共海軍史上首位類艦長 對此 台灣國防部智庫研究所所長蘇紫雲表示 一般當上護衛艦長通常都應該有二十年以上的海軍軍女生涯 以韋惠曉十年經歷非常非常破格 她舉例稱 美國林肯號航母戰鬥群艦長鮑恩斯密特就是女星 她自1996年起駕駛海軍直升機超過3000小時 經過28年的歷練才晉升至上級 成為美軍第一位航母艦長 而對於中國的這名首位女艦長 大陸網友們紛紛在微博熱議說 北洋水師都不敢這樣搞 九年當上艦長 韓將士們的心啊 出其的憤怒 這是彈道驅逐艦 這個選美小姐打仗會慳死整個艦隊 可能導致國家滅亡 也有台灣網民調刊說 對岸原來是這樣的水平 我就放心了 據網友爆料 韋惠曉的爺爺 是已故的中共上將韋國稱 她的任命屬於家族世襲 不排除這個是韋惠曉的前輩家人 利用人物幫她設好的康莊大道 這些信息無法得到官方的證實 不過韋惠曉曾為華為擔任過4年的 高級副總裁秘書一職 而華為具有軍方背景人盡皆知 5月25日 中共國務院召開了全國穩住經濟大盆電視電話會議 緊急召開全國各省、市、縣級全體約10萬名幹部參與 總理李克強主持會議 並公開承認了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境 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 比2020年武漢爆發疫情時的情況還要惡劣 要求進一步部署尋經濟一男子措施 努力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 確保運行在合理區間 當時的情境與中共歷史上的三年大饑荒之後召開的 7,000人大會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對此網民紛紛熱評中國恐將面臨改朝換代 看這架勢真撒不住車了 不然中堂也不會急成這樣 10萬人大會穩定經濟大盆作用並不大 世界人民都知道病根在那就是沒人敢說 真是難為統計局了 又要數據好看又要看來不太假 還要領導開心 找經濟的前提是將人都放出來讓居民可以正常流動起來 該上班上班該旅遊旅遊該復產的復產 經濟自然而然就會慢慢復甦 如果都是動不動就封城 限制人員流動經濟能好就見鬼了 其實沒有這個病毒中共經濟崩潰也是遲早的事 只不過這個病毒加速了中共經濟崩潰的時間 李克強無力回天只能滅中共 就是要解體中共有一個新的社會制度 沒有鐵打的干山中共末日已近 中國即將面臨改朝換代再迎開明盛世 新冠病毒爆發以來 中國製成的蓮花清溫受到中共官方大力吹捧 但是醫學專家紛紛表示質疑 至5月12日朝鮮公布首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之後 感染人數不斷攀升 全國進入最高緊急狀態 中共也給小兄弟伸出援手 朝鮮當局正在向居民分發蓮花清溫已治療新冠病毒 據航媒《朝鮮日報》5月20日報道 朝鮮當局在國內分發蓮花清溫膠囊作為發燒和止痛藥 售價為1萬5千朝鮮元 這比朝鮮當地市場的退消藥和止痛藥要貴得多 同時 朝鮮當局還將從中國進口的藥品分發給軍隊的醫療部門 因為軍隊的戰時應急藥品已用盡 不過消息人士指出 分派給軍事醫療單位的大量藥品沒有生產或失效日期 然而該國藥品的嚴重短缺似乎促使當局接受所有藥品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 隨著疫情持續發展 這款被受中共推崇的神藥在近期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中國醫界專家對於配送蓮花清溫被無病的民眾頻頻示警 除非感到不惜否則不要服用 因為這款標榜以傳統中藥煉製的抗疫膠囊 可能會導致胃和腎兩個器官的功能障礙 受到醫科大學校長 姚藝也在微信公眾號姚藝科學發文稱 配送蓋也用藥應經過嚴格的試驗和檢測 不應給社會大眾服用藥劣產品 藥蓮花清溫的療效還未經嚴格驗證 強制配送就害了等待必需物資和藥品的群眾 暫獲多個國際電影節大獎的動畫紀錄片《長春》 在2022年人權觀察電影節亮相 並在5月23日在林肯中心舉行了首映式 《長春》這部紀錄片的主要故事內容 重現20年前發生在中國東北長春市的電視插播事件 內容講述一群法輪功人士 無懼中共暴力鎮壓、為捍衛自由、傳播真相的真實故事 有現場民眾觀影後表示 這是一個及時的影片 當今世界正需要 這部長達86分鐘的紀錄片 是由曾獲得皮薄敵獎和加拿大銀幕獎的傑森 以及另一位主創藝術家大雄聯手導演 供號時六年時間完成 關於拍攝的機緣 傑森表示 她是在與大雄合作一個遊戲製作時 得知了作為法輪功集練者的大雄在中國的遭遇 她鼓勵大雄用藝術來再現當年那一場 對其影響至深的長春插播事件 據悉在拍片期間 傑森就因為另外兩部中國人權電影 而受到中共的打壓 當時不單止她的家人受到騷擾 她與國內市場的合同也遭到取消 儘管如此 她並沒有為貪圖中國市場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良心 她表示 自己被法輪功學員抵制迫害的精神所激勵 必須讓世界知道真相 我看到的是中國人在面對不公事 他們願意犧牲很多東西來講出真相 我就想如果我在自由的條件下 如果不能做同樣的事情 那我將來會後悔 中國人權律師譚彪是第二次觀看長春這一部紀錄片 她稱讚這個故事非常動人 她不只是法輪功學員的故事 她是一個關於真相的故事 她引用哈維爾的名言 講出真相 活在真相中 是無權者的力量 她提醒大家 不要將自由當作想當然的 而是要努力地爭取和努力地捍衛 自由才會維持下去 紐約退休律師吉姆表示 影片中法輪功學員勇敢抵制迫害的勇氣 令人印象深刻 他們的勇氣、堅持和勇敢太讓人震撼了 這令他想多了解一下法輪功 目前長春在荷蘭的國際電影節 希臘塞薩諾黎基國際電影節 以及加拿大最大的紀錄片電影節上 都獲得了大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